杨子的新剧在央视火了,演员颜值爆表,颜值爆表,追剧,沉香如谢,是根据苏默的同名作品改编的,是一部以诚意饰演的年轻舞者唐舟外出历险,偶然认识了杨子和他的朋友余默,三人一起进入了一处神秘之地,从剧情上来看,这是一部很老土的电视剧,如果是其他电视剧也就算了, 但从预告来看,他就像是一场爱情电影,不知道为什么,男主角已经不知道每天和自己在一起的是什么人了,只是隐约记住了一个人的身影,后面还有一些人会把别人弄糊涂,但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,总是让人着迷,作为电视剧的郭虎,作为古装剧中的佼佼者,他的代表作陈希元已经在豆瓣上打出了8.4分的高分,周生如故也在明年上映,可见,他对剧本的把握还是很好的, 任海涛的成名之作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在大结局的时候,更是风靡全球,将这一幕演绎的淋漓尽致,张渊昂导演了香蜜沉沉浸如霜,这部作品至今在豆瓣上,都能拿到7.8的高分,可见,张渊昂在改编这部作品上的造诣,沉香如泻这部古装片,最讲究的就是挑选合适的演员, 因为大家都被2020年的古装丑男人吓坏了,所以,诚意和杨子才是主角,首先是杨子,他是个童星,生得很是乖巧,像个邻家女孩,虽然算不上漂亮,但却很养眼,而且,他在剧中的形象也很符合他的性格,让他显得格外的活泼,至于他的表演,那就更不用说了,杨子那惊天动地的一幕,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, 那慢慢流下的泪水,也是非常有感染性的,在宣传片中,诚意的脸上画着一副受伤的样子,头发和脸上的疤痕,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有气势,等电影上映的时候,肯定会有一大批的粉丝,总之,沉香如泻的故事结构很完整,再加上众多帅气的男主角,光是这张脸,就足以让人大开眼界,很有希望大火。